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肯定不合适是吧 那这样子对小的有那种心理阴影的话 对他以后的成长怎么办 就是不懂他是这种原品 因为的话坐电梯基本上都是越走的嘛 然后那个监控是看到一个角度 那我们也不是说每个监控都 20个小时都钉在那个位置是不是 那我们也说以为是正常的坐电梯上去 比如说也带孙子孙女那种拿上去 那后面可能是那个小女孩 就跟家长反馈了这个问题 然后就找到监控 我们找监控出来看看这个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